大陸的小孩子 學城池 學百家城 我們小時候經常看那本書 百家城 其實走去找政治犯的名單就可以了 709有三百多人來報 一定有一百個城在裏面 我看報紙知道高智成律師的夫人 在7月1日是支持香港的學生抗爭 這個《蘋果一報》買出來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不在香港 也不知道他以後來不在香港 我現在這張照片 王全璋大家看看 是幾開心的家庭 他的兒子現在不認得王全璋 因為他的爸爸被人侵了三年多 然後余文新的兒子又未必認得到余文新 因為他在移民新接觸王全璋案 他夫人就叫許燕 這裏都不知道幾個城 四五個城 唐經寧的律師的太太 汪彥芳 我記得我三年前和他們在這裏示威 因為那時他來到香港為他的丈夫 是可以講素的 現在唐經令的事出來了 不過不能夠做事 被人押去其他地方 所有的律師出來之後 要不就沒有自由 要不就好像高刺成這樣 是失蹤 李文竹千里尋呼 找了這麼久 見到的王全璋 是另一部的王全璋 說他不好聽 就是第二個人的殺人鬼 突然變得悲良 由此我想到立正我 她整個心腸 她今天跟我們說 我覺得贊盟已經等於撤銷 我立日法已經是手中淨沉 為甚麼 因為她覺得初心是對的 我現在想問立正我 你對不對得住這班律師 你將香港人 拿去一個對付三百多個律師的 政筆那裏給一個審 還說壽終正審 你不用刺的 你死而不疆 今天來這裏 真是再說多一次林鄭月娥的無恥 我告訴她 在這些律師裏面 很多都是信教的 你是自主教徒來的 由這件事 現在我們今天來示威 其實就已經證明了林鄭月娥 要麼是盲的 要麼是讀 有甚麼理由 全世界都在譴責一個司法局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大量找到律師 將律師被捕之後再請那個律師 拿去坐牢的 你告訴我 那個大陸有司法 這個楊庚司法 你跟我說甚麼 香港人不用怕 所以各位香港的朋友 各位香港人 各位傳媒 你看到709大抓捕 你就知道我們香港人 避開了一件 是我們出來反對這個送中惡法 才是令到我們不用 有機會再在大陸請一個律師 我希望大家幫人去 今天我們已經做了 就打頭疾了 釋放所有維權律師 釋放所有維權律師 釋放王全將 釋放移民進 釋放移民進 釋放李毓洪 釋放移民進 釋放群立馬 釋放公自成 釋放公自成 釋放所有維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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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還我發自 還我發自 還我治後 還我治人 還我治人